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为了某件事无法采集头发不要想太多 如果真的要验毒其实眉毛或其他毛发也行 但会有联想主要还是过去不少艺人都在出事后 李光头 两年前乡图剧演员马又欣面对被控诉 性侵女演员唐绍轩 当时也顶着光头现身 还有2014年柯震东和房组民在北京吸毒被逮 隔年也分别提成光头 看来似乎都是希望重新做人从头开始 三月两下楼杨台报道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